大家午安 刚刚从捷运站走过来 然后就是满头大汗 进来看到那边有一瓶矿泉水 差点就把它喝下去了 小双那你刚才也已经有看过了 我们失恋博物馆的展览了嘛 那你有没有一些感触或心情 可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今天有带了一个小礼物 放在我的包包里头 就是我知道这个失恋博物馆 是谈有关失恋的 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 你失去了什么 所以更知道要珍惜什么 然后你可以move on 去找到下一个真的 maybe是真的对的人 所以有时候失恋也不是坏事啦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朋友